台東勢力泳泉運動公園興建工程動土典禮 11號上午由市長陳建格親自主持 縣長黃建廷、議長饒慶林等議員 以及台東勢代會主席胡中南等代表 共同參加這個歷史性的一刻 這個游泳池大概有超過50年的歷史 那麼在全國我想是唯一的 就是它的池水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 是泳泉 那麼游泳的時候都可以跟魚蝦一起來共遊 這個也是我們很多台東的人長期的記憶 有這麼好的一個景觀再造的泳泉運動公園 跟我們海濱公園共同的結合 並且跟我們的森林公園互相的配合之下 相信所有來到台東的觀光客 不管是外縣市的或是外國的 甚至於海峽對岸的到我們台東來 一定為我們台東的好山、好水跟好人情 再度的刮目相看 那我在這裡只有一個要求 剛剛聽到市長跟縣長說了這麼多這麼多的願景 我們希望公期順利完成 競速在明年 越早越好 在數期前就可以開放 台東市這樣一個運動風氣 興盛的地方 台東市整個台東市 縣立游泳池 一年有十個月沒有開放 那麼台東縣議會一個小小的游泳池 這一年來擠入超過我們能夠承受的負荷量 所以我們必須要容量控管限制 在這裡也造成一些民怨 但是我們非常非常的希望 明年此時 應該更早 明年在暑假前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懷念的小時候的共同的記憶 能夠順利的在公期順利的完成之下 能夠重新的面對我們所有的縣民 然後來開張 而且結合剛剛所說 這麼多這麼多好棒的景點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再一次的拜託 真的是希望能夠順利的讓它完成 讓這個擁有所有人 共同記憶的歷史景點 結合新的發展新的科技 帶來一個新的面貌 第一場開工順利 祈求開地平安動土順利 預定在2011年夏天 完成重新開放的目標 東台新聞發耀靈報導